IgN,你又皮痒了是吧? 带你入坑地球online的女王家是不是退坑了? 2024年6月8日正值夏日游戏节 在E3已经停办的大背景下 厂商们逐渐也明白一个道理 我花那个钱遭那个罪大太阳底下租场地 都不如放播片和顾几个KOL给我催牛逼 省钱一念起,含笑半补颠 线下展会直接被媒体狂欢给冲乱了 那么在本次下集游戏节 大家们最最关注的 自然是黑神话悟空又放了新播片 同时该游戏也开启了各个平台的预购 在Steam热销榜上更是一飞冲天 其恐怖的统治力只能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这才是遥遥领先啊 这个热销第一的含件量相当之高 它不光是花开万朵就表一支 它也从侧面显示了咱们这个市场恐怖的购买力 和极大的消费潜力 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 一切还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后果不其然 辣个媒体它又来了 现在由我隆重的向各位介绍 游戏媒体的第一页机 抛开事实不谈的新闻代表 正正确舔狗呼气手 自认权威的恶臭脚趾棍 给前就办事无视原则底线 屁股外出太阳系的IGN 它又来了 注意啊 不包括咱们IGN中国啊 早上五点半 这个叫做维斯里的作者啊 就写了这样一篇报道 黑神话悟空新预告片 放弃Xbox Series X和S版本 具体内容写的则是 开发商游戏科学确认 黑神话悟空将在PS5跟PC之后 在Xbox系列上发布 游戏科学展示了一段新的预告片 但是之前预告片中 确实包含了微软 但是现在这个标志已经被删除 这件事的具体原因 在文章里其实也陈述了啊 游戏科学表示 仍在优化Xbox版本 并向Xbox用户道歉 然后你注意啊 文章最后这几段 在下季游戏节上 游戏科学发布了预告片 此前IGN报道了该工作室的创始人 和其他开发人员 在过去时间中发表的 大量性别歧视言论 正如我们所报道的 这些言论引发了 中国外界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女外界和他们的盟友 他们认为这些言论 具有贬低性跟疏远性 还有什么围绕视频 社区跟讨论啊 非常的激烈啊 女性要求道歉跟承担责任 而他们的批评者 则以性别歧视和残忍来回应 最后还加了一句 IGN当时请求游戏科学 对我们的文章发表评论 但该工作室 目前尚未向我们 或其他任何地方 发表任何此类评论 我发表你妈呀 不好意思 我没素质了 他没有妈 这是一篇典型的 具有明确误导性的新闻报道 这个标题 冷不丁看上去 就好像他在说 黑神话悟空 不会在Xbox上上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就会问了 你之前说好的会上 怎么又不上了 你这个游戏公司 是不是不讲新语啊 但是你看文章内容 他说的是在预告片里 没有Xbox图标 你问这个记者 你怎么乱写标题 记者还可以辩解 我只是说 黑神话悟空的新预告片 放弃了Xbox版本 我没说这个游戏放弃了Xbox 看着没 这就是学习文学的 还有包括后边这一段 什么大量性别歧视言论 正如我们所报道的 这些言论 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谁反对了 IG我给你五秒钟 说出一个反对的人的名字 就开始已经 不要脸到异想数据了 IG你到现在多么想明白 为什么全世界的玩家 都觉得你脑子有坑吗 当然各位 这篇报道还不是最离谱的 在上午7点50分 又一位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记者的名字叫 雷贝卡瓦伦丁 一会儿我们要考 他的文章写的是 黑神话悟空实体版 将不附带光盘 仅仅有盒子里的一个激活码 看着没 什么叫误导性标题 前面就是一堆车轱轱话 说这个游戏实体典堂版里 不包含光盘 拿这个事儿 简单抱怨了一下 看到这里我不禁在想 国外有很多游戏 它的实体典堂包 不光没有光盘 甚至连激活码都没有 你的这个游戏得单独花钱激活 这种怎么没见你包呢 这个有什么好大天小怪的呢 一看最后一段 去年IGN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调查了游戏科学创始人 跟成员在过去十年中 发表的一系列性别歧视言论和态度 这些言论引发了许多中玩家的批评 尤其是女性玩家和他们的盟友 还行 燕国地图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长 最后又加了一句 游戏科学尚未回应 我们对此事发表评论的请求 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 那没办法 你没有亲人 我们怎么回应 这是你必须感觉奇怪了 他们说的去年的文章是哪篇文章呢 这篇文章 他同样刊载在IGN上 是在2023年10月20日晚上10点发布的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黑神话悟空开发商的性别歧视历史 如何让其西游记变得复杂 你注意看这篇文章的作者 雷贝卡瓦伦丁 我错了 燕国地图还是挺长的 那么2023年这篇文章 是一篇经典的美式把补文 先从游戏引入 然后硬往性别一体上靠 然后还引出什么 非二元性别跟性别酷儿之类之类的 然后就开始硬往浙过 怎定体问上拐 总之就是想方设法 给你打上性别歧视的标签 还对一些言论经抨击 比如说制作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想阔圈多招几个人 被舔到勃起不能 这不就是黑神话 第一次放宣传片的时候吗 雷贝卡瓦伦就说了 这句话涉嫌性别歧视 我想问一下 他歧视谁了 他歧视哪个性别了 你怎么可以私自定义 想舔的人的性别是什么呢 还有这一段我只记得孙悟空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 我需要你的帮助 而观世音菩萨说 好的没问题 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他补充到 因为他是自卑的菩萨 所以他会出于善心这样做 这也有点性别歧视 因为你是个女人 你必须收拾男人的烂摊子 我就想问一句 无论是写文章的 还是被采访这个人 谁他妈告诉你 菩萨是女的呀 你凭什么假定大圣的性别呀 你对他这么了解 你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你还真没有母亲呢 还有这一句 作为一个女玩家 我本来想买的 算了还是玩国外3A吧 说的好 以后你再玩国产 你就是孙子 啊不 你是孙女 以及还有通过游戏和制作人 还有游戏工作室 体现出了女性受到歧视之类的 可是在我们中国 妇女可是能顶半边天的呀 你妈妈里卡不是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们不是灯塔吗 啊不 你们不是自诩为灯塔吗 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吗 就来管别人 那么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说了 绅士啊无论是维斯里还是瓦伦丁 他们两个也都是拿钱办事 埃尽让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得说什么呗 哦我明白了 就是他俩都是传话太监呗 哎不行 是你怎么能私自定义他俩的性别呢 大家注意 我就定义了 我说的 维斯里和雷贝卡瓦伦丁 就是传话太监 两面三刀 吃里爬外不要碧脸 两边拱火交游 看似重量 实则坚定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人前笑面背后捅刀 一面声色俱力指点江山 愣装李中客 一面落井下石造谣中场 好似没骂人 给脸不要伪君子 乱带节奏臭傻逼 断章取义 数他熟练 客观之相视而不见 脸皮厚的能防弹 嘴巴硬如门上拴 苍蝇不丁无缝的弹 他臭弹 我是苍蝇 我说了算 你俩想还嘴 不行 甚至是我生理性没男 心理性别女 雷斯边一桩痞 随我留长发穿短装 娶了个妹子当媳妇 你要是反驳我 你就是歧视我 说到这里 给大家看个好玩的 这两位作者的文章下边 都多了一行小字 雷贝卡的文章下边 只写了 雷贝卡网伦丁 是IGN的资深记者 有故事提示吗 请发送是叉叉邮箱 但是在维斯里的下边 写的则是 维斯里是IGN的英国新闻编辑 他的推特账号是什么什么 你可以通过什么什么什么邮箱 或保密邮箱什么什么什么 联系维斯里 没错 就像各位想的那样 这位叫做维斯里的记者 被官方开合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切割 IGN的意思是 维斯里的言论 仅代表他个人 不代表IGN官方观点 你想骂他 我地址都给你了 你随便冲 跟我IGN没关系 那在这里 我不想想问一下IGN 为什么你只开合维斯里 却不开合雷贝卡呢 就因为维斯里是男的 雷贝卡是女的吗 你是不是歧视雷贝卡 你IGN是不是歧视女性 顺便在这里 劝一劝这个叫 雷贝卡网伦丁的记者 趁早换份工作 你天天搁着舔臭脚 舔得挺高兴 便哪天你的言论 对官方不利IGN 再把你切割了 那么话说到这里 你不禁冒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甚至 为什么IGN会对黑川悟空 如此应激呢 他在怕什么呢 其实这个事 你摊平的看并不复杂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能够做出非常优秀的 3A作品的国家 都是什么样的国家 首先 电子游行业 它是一个上层建筑 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这个领域是没有发展的可能的 而黑神话能拉到投资 就说明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基础条件 玩家跟制作者们 开始追求更高层级的艺术 有想制作的文化产品 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而这个前提 恰恰是物质生活的富足 那光有钱不行 得有相应的人才 来做这款游戏吧 编程美术剧本建模 都算在其中 你得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才行 而你想要人才储备 你得有相应的培训机构 和体系才行 而相关的培训和教育体系 得以科技发展为前提 你得跟上时代 你得有最新最快最强的技术 教给这些想学的人才 而游戏本身的制作 又会反补相关行业 一部成功的作品 可以诞生大量的拥躬跟追随者 他们又会去追梦 去努力的学习 去努力的追赶拼搏 这又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提供更多的介绍岗位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所以说白了 你综合国力不够强 你做不出来这个东西 再一个就是黑人画悟空本身的文化属性 这款游戏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化标签 老外哪见过这阵仗 所以当他们玩这款游戏时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去了解 孙悟空到底是谁 西游记谁写的 为啥他是中国的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都有什么 讲都是什么事 一开始外网那些老董哥 肯定会站出来替他们解答 但日子久了 这些好奇的玩家们 肯定会想自己获得第一手资料 但是他们又没有渠道 因为简房早就已经编织好了 那怎么办呀 手机里是不是恰好有一个APP 所以话说到这 各位大概明白IGN为什么急了吧 黑神话用一根金箍棒 捅破了简房 而这简房是谁知道 他们不希望简房中的残宝宝知道什么 相信各位心里应该也是有数的 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曾经说过媒体是喉舌 那么IGN作为喉舌 他一定得说出喉舌的主人最想说的话 IGN答应我 以后你这张嘴只用来吃饭好吗 IGN喜喜一笑 我的菊花剑碗都不一定只用来拉屎 黑神话悟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有人有能力有热情有技术进行优质单机内容的研发 我们会做我们再做 而且以后我们还会一直做 玩家们玩到的质量上乘的优质游戏就会慷慨解囊 这个行业赚到钱 就会有更多人投入到这个行业之中 我们又会诞生更多的优质作品 而良性循环一旦形成上下产业链打通 便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而具有鲜文文化符号的优秀作品出海 又会让文化的宣发跟传播更加得心应手 无论怎么说 这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路途遥远 经济遍布 重任如山 没有退路 但是我们真的在做了 这片天地我来过 我奋战过 我深爱过 我不在乎结局 复仇者联盟的传奇只剩下回声 艾莎归隐荒野放弃了女王梦 歌坛式反复善影着混乱与风烟 V依然徘徊在灯火栏沉的叶之城 你提谁都保释 老子今天就当齐天大圣